敵霸函 非函不停 拿著旋轉海豹手臂 綁著霸函黃絲帶 霸函團體前局系市府官員 局系立委市議員 在高雄前縣長余登發故居前 帶領隊伍展開遊行 終點站霸函三山造勢鋼山場 我們將會展現人民市民的力量 來共同罷免一個 不適任的一個市長 霸函造勢來勢洶洶 不過嘉義縣卻傳出 霸函國家機器動起來了 戶政事務所 地政事務所 嘉義縣地方機關 包括中小學 都收到中選會的罷函投票 放假公文 詳細到連各個鄉鎮市公所 縣民代表會都要提醒大家 高雄市的罷函 看看議員提供的兩張公文 第一張是中選會 寒問給嘉義縣政府 念文寫 為了便利選舉區內 各機關 學校 團體 事業機構 員工前往投票 因此這天要放假助理 嘉義縣政府也乖乖轉發 表示戶籍設在選舉區 並有投票權者 可以放假規定辦理 就連中小學也收到 罷函投票的放假公文 動用了國家的資源太多 那是因人設施嗎 而罷函投票 黃金週末高雄市舉辦說明會 市長韓國瑜缺席 罷函團體唱獨角戲 韓市長還有三個 反民主的最終手段 第一個是韓市長出來說 只做一任 下一件不再選 第二個是韓市長下跪道歉 陳冠榮指控韓國瑜會阻撓罷免 但也確實傳出 有民眾收到兩份投票通知單 到時候投票哪一份才算數 也有人說根本沒收到 都沒有發到 都沒有發到 報報都沒有發到 不管是多印還是漏印通知單 懷疑出澳報 投票前選民繃緊神經 記者後關搜封城王書宏嘉義高雄報導